一提起秦始皇和他的大秦帝国 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法家思想 毕竟法家是秦的底色 秦国之所以强大 最终能一统天下 都是因为自商鞅变发以来 六代君王始终坚持以法家思想治国 秦始皇更是将法家的帝王信属发挥到了极致 他所崇拜的韩非子 还有宠宪的李斯 统统都是著名的法家人物 似乎他的法家属性是毫无争议的 可祖龙如果真是法家人物 为什么他又让一介大儒 来给自己的长子扶苏当老师呢 如果他是法家人物 为什么又允许儒生们在齐鲁就地 继续宣扬儒家理论 齐鲁浓厚的儒学氛围 一直到西汉初年也丝毫不减 如果他是法家人物 为什么又会追求长生 求先问道 要知道法家是最抵触迷信思想的 这一期我们继续探究 秦始皇耐焦的话题 看看祖龙真正的思想 到底是怎样的 首先 我们还是从大秦帝国的底色 法家思想对秦始皇的影响说起 俗话说 市场是检验产品最好的世金石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 各种治国理念可谓引花缭乱 然而道家过于清净无为 如家过于讲道理 墨家过于无私 纵横家只过搞外交 兵家又只专注于排兵部阵 只有法家才与当时的生产力相匹配 最适合治国 这是战国250多年一系列写的教训 和国婆家王的读打 才验证出来的真理 作为大秦帝国的接班人 嬴政自然不可能对法家有抵触心理 对法家及大乘者 韩非子的文章拍案叫绝 佩服的五体投地 事实证明 韩非子那一套也确实好用 无论是都落矮 班倒履不为 产出储夕 嬴政出神入化的手段背后 无一不透露着法家学说的智慧 尤其是灭东方六国史 间谍大军也好 黄金战略也罢 嬴政简直把法家理论玩到了 出神入化 将人性拿捏得死死的 可以说 韩非子是法家理论的结大成者 而嬴政和李斯则是最成功的法家实践家 作为韩非子的高徒 嬴政可以说完美地继承了法家的精髓 然而 我们是否就能认为 嬴政一定是个法家人物呢 实际上并不能 嬴政虽然高度认可韩非子的理论 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 韩非子继承老师寻子 性恶论的观点 认为人都是自私的 只看利益 不要期待什么好人奇迹 韩非子还强调 管理大臣必须要针对性的手段 该扣押七小做人质的就扣押 该杀的就杀 如果一个大臣功劳太大 君王就应该处处挑他的刺 让他惶惶不可终日 一旦这个大臣表现出神秘兮兮的样子 让君王猜不出他心中所想 那君王就应该毫不犹豫 马上杀了他 如果实在找不到杀他的理由 君王还可以暗中下毒 把他给毒死 韩非子是站在 上尊而不亲的角度 为君王谋划出了一整套 万无一失的管理方案 但秦始皇并没有严格地按照他说的做 针对小人 比如唠矮 郭开直流 秦始皇自然是不会心慈手软 但对功臣 秦始皇则是一个也不杀 全都给予了高官后路 让他们善终 比如李斯 如果按照韩非子的理论 这种能力大 权力欲往强的开国功臣 是一定要想办法给除掉的 秦始皇也不是不知道李斯有利于熏心的毛病 但他一直在试图感化李斯 而不是找机会杀人家 自汉以后 秦始皇就被刻画成了暴力凶残的形象 但实际上 杨正如果真有缺点的话 那就是有些过于仁慈了 如果他遵从韩非子操作指南 那赵高早就被蒙义给处死了 李斯即使不被处死 也早已被边缘化 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沙丘之变呢 秦始皇虽然秉称法家的理念 以性恶伦来审视绝大多数人 但他也相信好人的存在 信任他人的品德 与那些高风亮节的君子更是由衷的钦佩 并不像韩非子一样 将好人视为人性中的异类 秦始皇还是相信人 是可以通过道德感化变好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 他又具备了一定的儒家色彩 秦始皇虽然深谙法家精髓 但他和先秦的诸子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先秦的诸子们穷其一生 都在追求学术的真理 而秦始皇是帝国的管理者 作为一名政治家 他的思维只能是哪个有用 又哪个 天下尚被一统致使 法家对于富国强兵确实最有用 但打天下和治理天下并不是一回事 想经营好一个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 管理四倍远秦国人口的天下百姓 光是靠法家的阴行库法 明显是不够的 这也是嬴政为什么 要在一统天下后 西藏文学方术时甚重 予以兴太平的原因 在始皇的心中 儒家的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都是被看作美好的政治理念 要去实践的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让一介大儒来给扶苏当老师 秦始皇焚书坑儒 坑的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他的方式 还有一股非金 非要搞分封制的蛮谷分子 对于品德高尚的儒生们 秦始皇并无杀戮之心 甚至于他还成立专门的机构 让儒生们积极地参与政治 试想 如果秦始皇真的仇事儒生 那他去泰山风禅的时候 为啥又要带着一大批儒生呢 实际上 在秦始皇巡游天下时 留下的石碑文字中 里面就有贵贱分明 男女礼顺 合同赴死 圣治仁义等经典的儒家话语 还有在秦国的法律书籍 语书和维力之道中 像什么慈下物灵 宽俗忠信 忠信径上等 也都是典型的儒家词汇 这都说明 秦始皇在将儒家和法家 相互融合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除了法家和儒家的色彩外 在秦始皇的身上 还有其他各家的成分 可以说 秦始皇是一个杂家皇帝 秦国和大秦帝国是不一样的 成为皇帝后 嬴政坐拥天下 想短期内让六国之民 都秉承同一种思想 那是不现实的 而且杨正本人也不愿意 一页账目 否定其他的学派 所以 汉初针对秦王朝 是亡于法家思想的结论 确实有失拼颇 复旦大学 著名秦汉史研究学者 刘修明认为 秦王朝的统治思想 一直处于探索的过程中 法家 儒家 阴阳家的思想 都参与到了这一探索中来 甚至于不仅是法 儒 阴阳思想的结合 道家 宗教神学 以及末家的思想也有影响 秦始皇并不想霸出百家 独尊某术 他在思想文化上 更倾向于以法家为主 其他思想坚守并蓄 哪个好用用哪个 这是跟后世的王朝 有很大的不同的 从史记 以及很多勤俭资料中 可以明确地看到 秦始皇在依法治国的同时 儒家的离教化和忠孝之道 道家的玄学方术 阴阳家的武德忠实 四十之正 以及末家的强理极作等 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于秦始皇到底属于哪一家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